巨型阿光来到台湾后 坐上车子往演唱会场地前进 工作人员阿金为了记录阿光的每一时刻 于是坐在另一台车拍摄阿光的车 阿光的摄影机没有移动下 阿金看到明明两台车子都在开动 但为何阿光的车从摄影机看起来都是静止不动的呢 并且坐在车内静止的阿金 从移动中的车子内往窗外看时 发现行道数一直往后方移动 但是行道数是不会动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再换成另一种情境来看 假设阿金在月台上或坐在往前开的火车内 如果对面有一部火车与阿金相像开过来 阿金在火车内的窗户看到跑过来的火车速率 会比站在月台上还要快得多 阿金认为自己同样是静止的状态 但为何坐在火车上看到的火车速率会比较快呢 这种情况我们称为相对运动 而物体的运动可能会随不同的观察者而不同 此外观察者永远觉得自己是静止的 这点或许很不容易想 不过同学你在看这部影片时觉得自己是静止的 但如果换个在外太空的太空人当观察者 会发现你与地球以时速约1600公里转动中 下面我们就以相对速度来举例 同样的方法用在相对位置 位移、加速度都是一样的方法 有甲与两车在比直道路上同一起跑线开始等速度行驶 T等于0秒时 甲车的速度是每秒10公尺向右 乙车的速度是每秒14公尺向右 则T等于1秒时 甲车走了10公尺 而乙车走了14公尺 此时观察者在地面静止 假设方向右为正方向 向左为负方向 但是如果以甲车内的人当观察者 而观察者觉得自己是静止的 速率等于0 因此一秒之后 他会看到乙车在他前方4公尺处 一秒多走4公尺 换句话说 就是乙车是以每秒4公尺向右的速度远离甲车 在这也定义相对运动的符号 假看乙是每秒4公尺向右 写法如画面所示 我们可以说 乙相对甲的速度 及假看乙的速度 等于每秒4公尺向右 其中相对的相自可省略 且因为是假看乙 因此假为观察者 这边也提供假乙各自当观察者时 速度要如何得知的方法 一开始 以静止在地面的人当观察者 一秒后 看到的情况如此动画 如果假要当观察者 则对假车的速度要为0 因此 假要变0的方法就是减10 为了公平 乙要减10 因此假的速度等于0 自然就变成观察者 此时 假看乙的速度变为 是每秒4公尺向右 因此 可以简化如画面所示 如果让乙当观察者呢 从窗户看假车 会观察到假车向后退 因为乙的速度为 每秒14公尺向右 我们一样让乙的速度等于0 因此减去14 为了公平 假也减去14 可以发现 你已当观察者时 他看假的速度为 每秒4公尺 后号代表向左 我们来解释开头问题 如果你已每秒10公尺向右开车 看到的行道数 为何会向左移动呢 如果在车内的你当观察者 速度为0 因为10减10等于0 为了公平 数的速度也要减10 因此 0减10等于负10 即每秒10公尺 负号表示向左 原来是因为你当观察者时 看到的数会向左动 因此感觉上 数在向后退 如果假火车 以时速120公里向右 以火车 以时速100公里向左 则在假火车上的人 看到以火车的速度为何呢 假当观察者 速度要为0 因此减去自己原来的120 方向向左 因此假看椅的速度是每小时220公里向左 会比原来的每小时100公里向左还快很多 通常 相向运动的情况看其他物体 都会看到物体会速率很大的远离我们 首先 我们先用最直观的想法 时间在0到8秒时 假走的距离为10乘8等于80公尺 移走的距离为4乘8等于32公尺 因此 两车相差48公尺 如果以相对运动的想法计算 我们将以当观察者 因此两者速度同时减去4 可以得到以速度等于0 而假的速度每秒6公尺向右 因此就变成 以车静止 看假车 以每秒6公尺向右等速度移动 经过8秒 两车距离等于速度乘时间 答案和方法1一样 但是更简洁 用相对运动的方向来解相遇的问题会相当方便 再练习一题 假车以每秒10公尺的速度等速度向右前进 同时乙车也以每秒5公尺的速度等速度向左前进 若0秒时两车相距60公尺 请问第几秒时两车会相遇 当两个物体在动很复杂 我们就让一个物体不要动 另一个物体动 故把其中一个物体当观察者 它就不动了 如果我们将乙当观察者 乙的速度需加5才会为0 因为向左速度是负值 为了公平 假速度也要加5 因此等于每秒15公尺向右 所以此题就变成乙静止 看着假以每秒15公尺等速往乙接近 两车本来距离相差60公尺 则假要花60除以15等于4秒 就可以何以相遇了 接下来看看地球的同步卫星 此类卫星之轨道 其绕行地球一周的时间 与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一样 从地面上观察此卫星 在任何时间 此卫星相对于地表之位置永远不变 让我们回顾一下 今天所学到的内容 相对运动常用在两物体都在动 我们将它简化成只有一个物体动 适当地选观察者 观察者觉得自己的速度是静止的 V假以是假相对以 或以看假的速度 速度也可换成位置位移加速度等 在历史上 飞行中的飞机引擎吸入小鸟 造成引擎起火的粒子非常多 有的还造成空难 你觉得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